這個裁切的話我們就用裁切工具嘛 對不對 你先切大概跟它差不多 那好了之後呢 這個就不用用透視啦 其實因為本身這個裁切框也可以稍微旋轉 裁切框 因為它可以旋轉但是不能像透視那樣個別移動單一個角 我們上次是把斜的變成正的 對不對 這個當然這個只是很單純還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在它的點外面可以稍微拉一下 然後呢 再把它大小調好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調好 好 如果沒有問題就把它好像還差一點點 好 那我就打勾 它就會轉正了 對不對 好 來 換你試看看喔 畫面我先還給你 你可以先用剛剛那個筆刷先把它稍微刷一下 它有一個不對齊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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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